硬挺好的 反正挺乐感 很会唱歌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化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 更加沉稳了 长大了嘛 您和王宏伟老师认识多久 从02年到现在 此时此刻 三座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您想先见哪个房间的朋友 三号 我们属于战友好哥们 然后我们还是剧中的 只要为王宏伟老师认识到 - 可爱的亲太可爱了 - 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 - 不和你不一样 和你一样 - 对 她好像生活中 是不是就会说这一样 - 那我猜猜她应该是谁呢 - 刘和刚 - 好吧 - 王老师已经被你给整糊涂了 - 三 二 一 - 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 -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- 哎呀 丽达 - 郭美哥 - 哎呀 咱没有你王丽达 - 好久之前 - 人家都说和你不一样了 - 跟你说性别是女 - 性别是女 - 我说和你不一样 - 对呀 - 王丽达 著名歌唱家 - 她的歌声大气 - 而不是清零婉转 - 台风庄重中 - 凸显优雅磊落 - 丽达 四面青山 - 则耳听 则耳听 - 今天作为惊喜嘉宾意外现身 - 她与王红伟之间 - 还有哪些歌唱背后的故事 - 这个丽达好啊 - 你好 你好 - 你看王文艳老师熟吗 - 熟 熟 熟 - 是吧 - 她老跟别人说 - 说她跟您挺熟的 - 是挺熟的 - 我们都挺怀疑她的 - 她看着我长大的 - 真 - 我跟王丽达 - 我是有仇的 - 有仇你都把她请来了 - 对呀 - 我就是要找你 - 就是告诉你师哥 - 她当年她是怎么折磨我的 - 知道吗 - 当年上一档节目的时候 - 有一个轮盘 - 我说是如果这个轮盘的 - 这个奖 - 啪 中了 - 归谁 - 然后她看着我说 - 归儿子 - 我说归谁 - 她又看着我说 - 归儿子 - 你看你看你看 - 然后真的中了 - 真的中了 - 关键是 - 就归儿子了 - 爷观众是不是笑喷了呀 - 是的 - 然后他们说 - 这个奖道理是给她了 - 还是归儿子了 - 拿回家了 - 你跟洪伟哥熟吗 - 很熟 - 不仅仅和 - 很熟他都没猜出来 - 你关系一半 - 关系一半 - 你看我们是战友 - 是我的队长 - 然后我们又一块演歌剧 - 然后经常还有一块演出 - 天哪 - 天哪 - 这是什么呀 - 我们俩一块演歌剧 - 运河谣 - 洪伟哥啊 - 他从我入团到现在啊 - 我觉得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- 是六个字 - 六个字 - 认真 - 认真 - 执着 - 执着 - 严谨 - 严谨 - 严谨 - 我觉得每一个词语的后面 - 真的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- 我们一块演出演歌剧 - 排这部歌剧的时候 -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最后有一个 - 他在出来找水轰连的时候 - 在排练场我跟你讲 - 就每次往地上一扑那个样子 - 我都心疼 - 就是很认真 - 他一遍一遍 - 他其实我们都 - 就真往地下磕 - 真的磕 - 真磕 - 真磕 - 他完全不是在作假 - 他是情感到达了之后 - 然后他就会非常真实地表现出来 - 然后还有执着 - 一遍不行两遍 - 两遍不行三遍 - 你就看排练场到得最早 - 排练得最久的一定是红卫哥 - 然后就严谨 - 主要是最笨 - 没有没有没有 - 严谨 - 严谨 - 她特别严谨 - 我觉得这个严谨 - 不仅仅体现在她的这个事业上 - 包括她对孩子 - 包括她对学生 - 她是首先是非常滤记 -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- 然后她对她的学生和孩子 - 我没有一次去他们家吃饭 - 几个孩子在那儿就一起吃饭 - 我真的明显感觉到 - 堕儿是有点惧怕爸爸的 - 严谨 - 所以红卫哥一直是我的榜样